恒指遇到阻力回落 未聞衝破阻力位 是不是真的打開了頌星的空間呢?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期的講故點體 我是Lin Lo 今天是11月16日 恒指是不是要下跌了呢? 未聞頌星的空間是否打開了 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免得聲明 拿來臨目指是做指標演示 所說任何股票是不構成任何推計建議的 新的朋友呢 記得去訂閱我們頻道 HomicharHK 打開這個小鈴鐺 有更新才可以及時收到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都有幫助 記得按LIKE和SHARE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一起去訂閱 好了 我們一起看看今天要講的案例 今天加多了一個騰訊 因為騰訊公佈了一個 說要拿出9億 差不多9.25至9.5億的錢 作為股息去翻行 應該是一個離好 那它的技術走勢是怎樣的呢? 我們大家一起來講 先看看一個例子 今天前面有位會員朋友跟我去講 看到恒指的日線圖在左力位 我先吃一吃 多謝老師的提點 那1986是否一個償貨的家園呢? 那好了 我們先看看這個股 1986 即是一種能源股 0.1986 我們分析它之前呢 先打一步 打一步 先看資金的情況 這個股票是經歷了 一段很長時間的下跌了 直看 下跌 對吧 超升 下跌 超升 繼續下跌 開始有所反彈 這個走勢呢 對應下面的MCD 大股資金可以看到 大股資金在前面重新高的時候 大股資金就已經開始減少 就是拉高出貨 然後走走走走走走走 沒有了 在貨越來越多 下跌 在貨局減少 有所反彈 在貨增加 繼續下跌 重新低的時候 在貨是未特別增加的 沒有重新高的 所以這個底背池 加上資金 市財資金真的有底背池 對嗎 底背池之後 省戶國慾止蝕突破了 OK 開始重新 是一個初升的階段 為什麼是初升階段呢 我們看到下面的紅色大股資金 在慢慢增加 在25%以下屬於儲貨的階段 即是屬於建倉的階段 所以他說這個股票 是否是一個儲貨的階段 我說是的 因為 但紅色大股是慢慢增加 在放慢慢割育 是一個儲貨的階段 至於可不可以儲貨成功呢 我們就看後期 可不可以超過25% 然後 會踩了之後再升 如果可以 它就成功了 當然現在我們先看成一個儲貨的階段 它是一種屬於落後一點的股票 即是和指數對比 你看看 升大一點 和指數去對比 先 指數的話 恒生指數 我們可以看到 和指數對比 即是同時看到低位 指數呢 反彈它也反彈 指數回落它也回落 如果升大一點 升大一點 它懂得沒有指數鏡 即是跑不形指數 在最近的走勢中 不算跑不形指數吧 即是偏 和指數同步吧 又不屬於 完全非常落後的股票 相比 它同時的 其他股票來說 是偏落後一點的 OK 這樣說可以清晰一下 從資金的角度 可以看到 從 趨勢的角度來看 已經是一個 下降趨勢 變成了波段開始上升的走勢 波段上升 但今天 收出音線 遠離了這個 紅飄底 收音線 它有回落的需求 即是 不是馬上衝進去 等它回一回收容 才是下次的入場時機 那它的水位 達大申報 看看它的水位的情況 打開我們的 籌碼分佈 我們可以看到它 按號來到助力位 是嗎 又收出音線 又到助力位 有數回落的話 是很正常的 除非呢 突破了 它才會更加高的阻力 我是希望它才回落 來一點 為到下面的支持 看到嗎 下面的支持位是1.24 如果它回到這些 1.24 1.26 這個區間 去收容 這樣才去 入場 會更加著數 當然了 如果它直接突破 也都可以最次入場 因為它可以做這個 當然這段是屬於初升 會落 是屬於震衝的動作 也是可以的 OK 好了 你的股票是屬於這種 健緊衝 還是已經在Like 還是已經是下跌的股票呢 我們這次也虛放了一對一的活動 給大家 非會員朋友 這個股票一對一 可以去報名參加 可以 應從 如若去學習 特別是 你自己手提的股票是怎樣的 事從反代的時候 你都抓不到 特別是你之前有新套的朋友 我記得有位投資者朋友 他問我一隻股票 我剛才忘記了 我把那個圖撤下來 他問了我 他說 一隻股票 他已經套著很長時間了 但是 他一直都沒有 就是 沒有交貨 很害怕 不減 錯過了這段 差不多分配的一個走勢 但是他還沒有回家鄉 什麼股呢 等等我們會說 這個股票 那 這裡我們說 解本的時候 股票一對一 裡面就可以幫到大家 所以 現在我們 可不可以測 香港八週年 開放了一對一的活動 可以去免費體驗 按左下方的連接 去申請這個 體驗的 在哪裡 在這裡 左下方我們的連接 好 看看這些股票 各位投資朋友問的 884 看看 00884 你看看 它就是 它的成本位在哪裡呢 它的成本位在 1.95 1.95 這一天最高升到 1.7 這兩天都沒有什麼升 聽到嗎 它肯定不會立刻 幫你回家鄉 給你計圖 但是這個股票 從這個低位 0.5 到這個1.7 3倍 你都沒有交貨 這裡都沒有交貨 你一點 不是 它是1.9幾 應該是這些位 這些位不是的 應該是這裡 這裡 1.9幾 就是這個位 現在來到這裡 你放心 它不會立刻和你回家鄉 一定是這樣的 你看 這個股票 是屬於什麼情況 第一 它是世界的股票 第二 機構 在這裡去做 肯定造裝 是比較厲害的 你看 這種小股 其實是很容易炒的 你要利用這個工具 就可以幫到你了 你看 首先 前面 這些位置的時候 就是 好像突破 是吧 突破的時候 是真突破 更突破 在福哥又減少 大戶增加 真的突破了 所以這個位不是賺了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之後 大戶走了 那這裡就要走了 就是從這個位 3.6幾 到 就是 差不多4元那個位 就是 已經是 10% 10%的位置 那就沒有了 大戶走了 反抄了一次 大戶又走了 那你為什麼 在這個1.9幾 這個位置去買呢 這個位置 你買在哪裡 買在 資金流出 在貨增加 是不是 你買在這個位置 就是幫別人出貨 是吧 一拆到零點心 哎呀 好害怕 不敢去追貨 因為當時 真的 在貨增加的時候 是不追貨的 但是你發現 啊 重新低 資金不斷流入 是吧 那你要關注什麼時候去追貨的機會 什麼時候去追貨 啊 在貨最刺割肉的時候 看到嗎 在貨割肉 是吧 突破了沒有 突破了 看到嗎 收割的時候 收市格突破了 看到嗎 那你這個位置去 開始追貨 這個位置是多少錢啊 這個位置是 就是 0.7 多的時候 那你吃了這兩罐好不去啊 你如果這個位置追貨 分配了 你走 我沒有期 你可能已經算榜了 當然如果你貨太多了 你已經 就是 走了 就是 股價一部分股價升 一部分你又追貨 你是不是 就是 至少你回到街巷已經 近很多了 唉 好了 來到最近這兩天了 看到嗎 好 我們發現 一天衝高回落 來的 衝高回落 收容足 然後 今天呢 大滑之音 依然減少 高低低 滑回落 來的 要警惕了 警惕了 警惕什麼呢 警惕來的 其實這裡 遠離了 今天收音足 如果是我 我先 高拋一下 我先 高拋一下 如果你前面 什麼都沒有了 你都要先高拋一下 就是拿些錢 然後它滑回落 比如說明天 高升高拋一下 然後它如果滑回落 到支持位 或者說已經穿到支持位 看支持位在哪裡 滑回落 哪個支持位在這裡 就是 多少啊 1.185元 好嗎 那明天如果它 衝高 是吧 它明天可能可以 直接衝高一下 嗯 衝高一下的時候 先高拋一下 然後等下一期 如果明天收市 是預容足上回 那你下個9天 就可以去 即是它回落的時候 你給現在低的價錢 你又去低級一下 如果沒有 就滑回落到這個位 看到嗎 要滑回到更低的位置 0.8多的位置 當然這些股票呢 其實在這一天 就是超買 第二天就脫離超買區 這一天就應該先高拋一下 就是這一天 11月15號 即是 紅色籌碼 轉回黃色籌碼 第二天就逢高先 差薄分了 今天下跌就跟你沒有關係 不用等到明天 才去高拋 明天高拋其實是 已經是 遲了一點點 怕它直接回落 知道嗎 所以這種股票其實是比較容易炒的 因為它的波幅很大 你懂得它溝貨 你只要看到鬥子金去做的時候 去溝貨其實你吃了這一段 是不是 如果你不是 你等我下一次了 等我下一次 但我再做的時候 你再去溝貨了 那你要知道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知道 那它聲聲跌跌很正常 你等它回家鄉 回到這個 1.9多 啊 這裡 是需要時間的 除非在火可以真的大量消失 如果後面在火可以大量消失 就是一定可以回家鄉 如果沒有在火 你會說真的真的 那就要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很久以後 都不一定 對不對 啊 所以我們今次虛奉 這個股票一對一的活動 都希望它幫助你 對於你自己的股票 的帝補點都去充足 沒有浪費這些 反燈行程 這些都有所幫助 你去報警參加 這個是非會員朋友 記得 沒有錯過了 好了我們看看 提示 行程指數 今天的話呢 依然是超買區 是不是 依然是紅色籌碼來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 是怎樣的情況呢 我們選擇前面的高位到現在 看長一點 看遠一點 先長後短 看長一點 看遠一點 資金方面下面大戶資金增加 在貨減少 今天在貨呢 都是減少 大戶資金有所減少 來的 直接是來到阻力 看到嗎 這個阻力位是過了的 它變成了支撐 這個位是 多少啊 17974 到17656 是它支撐 上面現在衝到這個位置呢 支持最近的一個位置呢 18291 18291的位置 但是今天它 它滾回來了 變成阻力位 18629 到18291 這個區間 變成阻力位了 今天衝到阻力 收出假羊竹 導致好友呢 依然是有反擊的 但是最終 頓友佔勝了 是這樣的 那好了 來到這個 又到阻力位 又到裂口的位置 又到 就是 比較高的位置 有人在這個位置 吃一吃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呢 我要說的就是 今天收市的 最低位 即是今天最低位 1831 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的話呢 你看看 在貨是增加的 在貨增加的 在貨增加的 那天的最低位呢 是千萬不要跌穿的 跌穿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要先 離開一下 要找找找 這樣的情況 通常是這樣的 當然有些時候 比較利害 不會這樣出現 那 但是整體上 資金依然是來入的 所以 明天收市呢 最好收在 1831之上 如果不是穿了下來的話呢 就要衝高 高拋一下先 但是 這個只是短陣的 因為這個 波段的紅塵 它已經形成了 這個 波段上升的紅塵 已經形成了 暖期高拋一下 沒有問題 有些人 我特別說一說 我們所 即是 粉痕中的高拋呢 不給下降中的高拋 下降中的高拋 下降中的高拋 就是你是去沽落的 已經是粉痕中的高拋 只是你 你食屋前面的 不是說去做淡 你做淡 你做一次夾一次 好像這個 下降吹在那邊 你做一次高拋 你肯定是賺錢的 但是你從這個 去留底 留一次 試一次 看到嗎 這個就是吹了 的力量 明白了 好了 就看一看 明白的話 回到AAA 如果不明白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吧 整體上的我們波亂投資者 依然是持有為主的 不是人為主的 這個要注意 因為這個波亂投資 依然是向上的 到了力位 然後它過不了 適動感充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個股 一定要看個股的 資金情況而定 好吧 好了 看看2013 2013很清晰的 看到 上一次 上一條片 我已經說過了 就是 突破 資金級別是推高的 柳資金增持過了75% 已經突破前面高位 回落了 送星空間已經打虛了 別人持有就可以了 持有為主的 是嗎 對嗎 我們把他的 那個 助力 看 太遠了 這個膏 現在 在這裡 好了 好了 是否已經突破了 今天是 少融足 過了 如果你不是進去之後 只要在這個 多少錢 在這個區根之上 你也是OK的 這個區根是多少 4.3 4.45到 4.9 在這個區根之上 我們也是OK的 這個區根之上 下一個阻力位是 7.46 是比較遠的 先看前高 前高這個位 應該是5.8元左右的阻力 有貨持貨 就OK了 賣入持有 以那個設定的防守位置 就OK了 在貨幾乎要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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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這隻股票 很清晰的 看到 你看趨勢指標 是不是都是 熟成動力是增強的 所以市場給了很多股票機會 你有沒有抓到 我就不想再說了 這次 會員朋友 我明天會升給大家 一些 今個月的 一些重要的 時間的 提醒 到時候我們注意一下 時間的軌點 因為這次 你不白 可能要等 下一次就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會員朋友 你還未白到的 欠缺時間 然後我們有股票一對一 這個活動 快點去運出自己的問題 去找一些 解答的方式 看看 合不合系統 合不合用 有沒有指標 去幫助自己 去做回這些參考 好吧 看看 下一個是 700 我講快點 700的話 超過25% 超過25% 健康 初升的階段 還有超米區 超米區 又出來好 說明這個送升 依然是OK的 當然 這個健康 健康完之後 初升完之後 肯定會有回落 回落是下一次的上車機會 所以 去追蹤就OK了 踏體 00697 這個 我們上一次有說過 前幾人是否說過 他重新高 鬥子音反而減少減 看到嗎 所以 這裡是這個位置 弘迪減 徘迴減 今天收了一條 陰線 鬥子音減 減少減 階段的支撐 能否受得住呢 需要關注 至少在這個位置 是不可以追入的 要先確定 回到這個位置 收容足 金融又打了下來 這個支撐位是1.553 在這個位置之上 我們依然是持有等待的狀態 這個位置千萬不要穿就OK 如果穿了 先走入 不穿 我們依然可以繼續看 它離間 可不可以 但會重新去做 好吧 如果不是 有些人很害怕的 你先吃一吃走走 一部分 吃虎一部分 可以 但不用說 完全怕到很害怕 因為 需要鬥子音 重新去增持 才可以打破這種 高位 批貨 這種情況 所以你追蹤一下 這個重要支撐位 好吧 看看 9626 9626的話 比如說 BillyBilly 就是這些 中距的科猛股 右邊 今天是假陰線 但會不會減少 所以明天收市 必須收在 今天最低位之上 才是安全的 這些都是屬於一個 初升的階段 超過25% 是屬於 見左衝 見左衝之後 賺錢的衝也很正常 你需要關注這些 重要的支持位 阻力位 在哪裏 你看看 短期的 上面的阻力 來到阻力位 看到嗎 131元 8毫子 到135元 1毫子 1毫子 2毫子 這個區間 是它的阻力 到這個阻力位 後面的支撐位 有幾個 都很靠 回到你支持 有貨遲貨 沒有貨的話 想要去買 日盆 最好是 等下一輪 下一輪 下一輪 因為我做你的位置 如果它可以回復下來 下一輪的 反鈔 你想去 入場也可以 那要做好支撕位 給自己 這是股票方面 美股的 英偉特 我們可以看到它 在昨天的時候 都直接衝破了 假印竹 在貨幾乎搖晒 是嗎 幾乎搖晒 有貨持貨 持貨的狀態 看看 立子 立子的話 是屬於什麼情況 就是來到這個位置 昨天是衝了上去 就是收在這一天的低位置上 看到嗎 依然是超米簡 高低就有回復假印線 只能給前面提高 說明這個 反彈的延續性還在 OK 當然它收出假印線 代表男友是有所反擊的 所以可能會灌勢的回落 道指方面 在這個位置已經徘徊了深日 徘徊了深日 資金的級別 都未衝破之前 是有可能會領會遲 如果真的 資金沒有流出 領會遲 那你就要小心一下 所以主板的股票 有一部分股票可以吃 就吃一吃 除非那些落後一點的 就是未升夠空間的 你可以做一做 這個要注意一下它的風向的情況 好了 這個今天和大家做回的 港股的淨體情況 和美股的一部分 希望大家捉住這一段的反彈行程 都不算真正 是屬於周性級別的反彈行程 不是屬於日式的反彈行程 好吧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